我最喜欢的一只熊猫叫袁欣 就是现在已经在韩国生活了 月底我接到了灵仪方面 给我打了电话 她说袁欣要被选中送到韩国去了 当时她被送走也挺突然的 然后一下子感觉心里面空空落的 虽然熊猫我都挺喜欢 但是你也知道 她总有一两只特别的 然后我就没有那种特殊的感觉了 一直都很想她 特别是当时刚知道她被选中要送去韩国 那时候很不舍 然后挺难过的 这给我印象最深的 她很乖 然后她也从来没有咬过我 她吃不过其他的熊猫 然后我就会把她偷偷的交到房间里面 来给她开小灶 也没有给她过过生日 也没有给她做过很多玩具 那时候我把这些月饼粽子 圣诞袜全部都准备了 带到鲤鱼去 就是想着一天能够 跟她把这些节日都过了 我是在18年的时候 借着度蜜月的机会 到韩国看望了远星 当时她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憨憨的很调皮 她在那个小山坡上面玩 听到我的呼唤声以后 她马上就从山坡上跑下来 用她那种比较撒娇的那种声音回应我 我在那待了一天 里面还有其他什么好玩的设施 我都没有去玩 就牵挂了她 对对对 你当天离开那个乐园的时候 是不是非常舍不得那种感觉 对 去的时候就是非常期待 然后当离开的时候又非常舍不得